哈喽亲爱的各位 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啊 皱纹就不知不觉的爬上我们的脸了呢 那针对这个问题呢 当然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 不过我想给大家几个建议 你的皱纹比较不会快长出来 而且甚至有一些皱纹呢 还可以让它消失掉 那第一个呢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要勤梳头 因为我们的头皮跟我们的脸皮是同一张皮 如果你的头皮太过疲劳 那它势必呢就会垮下来 那垮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脸上就会造成很多的皱纹 所以呢我每天呢 不敢讲早晚 但是一定有一次呢 要梳头梳三百下 就是你可以选择那个梳子是比较好的材质 然后不要太尖锐 不要伤到我们的头皮 那我个人喜欢用木头梳子 我觉得很天然 你也可以去买一把木头的梳子 然后呢就是你这边呢 比方说梳个五十下 这边手酸呢 就在梳这一边 这么一来呢 不但你的头的血液循环非常的好 做决定思虑的时候呢 都更加的容易 而且呢晚上睡觉呢 也特别容易安神 那而且眼睛也明亮了 然后皱纹也减少了 然后你的发指也变亮丽了 有没有觉得 哇这个功能实在太多了 就简单的梳一个头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 你会选择喝枸杞茶吗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哦 就是绝名子 我们常常去很多的餐厅吃饭呢 他们有些比较讲究养生的人 会泡绝名子 那但是那个绝名子呢 有一些都是炒过的 因为炒过的绝名子是很香的 那它也可以预防眼睛干涩 尤其是你山西的产品看多了 然后蓝光的东西看很多的时候呢 眼睛都很不舒服 那这个时候来喝一下绝名子茶 确实有明目的效果 那再来呢绝名子茶还可以消除一些痔疮 因为它可以降火 可以降火 还可以润肠 所以呢如果经常这个上厕所 要花很长时间的人便秘的人呢 绝名子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绝名子茶呢 还对于降血压也有一点点帮忙 当然有病还是要看医生 只是如果你是属于高血压的族群的话呢 除了看医生吃的药之外呢 你也可以多喝这个绝名子茶 那绝名子茶因为它有一个芳香 它也是有这个开胃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是食欲不振 常常吃不下东西 尤其夏天到的时候呢 天气很闷热 然后呢心情也很闷热 这个时候呢来喝一下绝名子茶 是很不错的 提供你做参考了哟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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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购